4月3日杨成林2019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召开 主题为青春住了谁的媒体发布会 活动现场杨成林身穿蓝灰色短T恤 搭配优雅的白色青纱长裙 显得青春范十足 而青春住了谁本身也是杨成林 与粉丝间的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 一路陪伴的情谊也让粉丝和杨成林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粉丝给我的留言我通常最印象深刻的都是 他们跟我谈论非常私人的故事 有些是可能会说成林我昨天跟妈妈吵架了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我就会觉得他们完全把我当他们的姐姐 或是把我当他们的朋友 再跟我诉说他们可能不见得会跟别人诉说的故事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得 然后包含有些人可能会跟我说 你可以告诉我我暗恋哪个女生 我应该要怎么跟她表白不会吓到她 你就你是女生的观点 你可以不会教教我这些 我就会发现我们的交流不仅止于艺人和粉丝之间 我觉得我们真的会有很多很生活很日常的一些对话 杨志玲亲自担任此次巡演的总监制 力求从技术层面打造美轮美奂的视觉体验 使观演者能够切身融入她营造的这场青春梦境中 不过对于演唱会的嘉宾会邀请谁 她就刻意保持神秘了 我觉得我想要增添一些跟青春这个名词有关的一些人物 在这个演唱会里面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那有些可能是跟友情有关 那这些友情可能是男生可能是女生 那有些可能跟我过去工作上面合作有关 对我都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青春当中的很多人事物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这一次当然如果有某些场次有嘉宾的话 大家一定也是疯狂尖叫非常喜欢的人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